大家晚安 8點30準時開獎 準時開獎 準時開獎 準時開獎我們的三國志留育柱 誰在喊你言的 沒有言阿 準時阿 是真的準時 好各位晚安 調個 鏡頭阿 好 那觀眾們都來報到了看到很多這個 手面孔 在那邊想要叫刀扶手 動手的準時阿 準準的 好那我看一下 麥克風可以嗎 還是要稍微拿近一點 欸 都有人在跟我聊火鳳 那個火鳳的八旗嗎 但我沒有更新進度阿 抱歉阿 所以我不是不講 我還真不知道那個現在新進度在幹嘛 火鳳有一陣子沒吹了 只延了一分鐘 不是 你故意要氣我的對不對 連一分鐘都沒有延喔 我知道你故意要氣我的 好我知道 我知道 我不能中計 不是 剛剛是30分 連31都還沒跳喔 呵呵呵 你就是故意要存心要氣我的 好我知道 沒事 我才不中你的技 什麼用廣告 多遠 高歐杯 好你們就是存心來氣我 來來來來 我們開獎開獎 感謝吳將軍贊助 黃叔安安 安安 吳將軍 晚安 刀扶手默默縮回去 對啊 就算你刀扶手 說31分要動手 也還沒阿 也還沒阿 沒有沒有 中原標準時間真的還沒到 阿巴奇我真的沒看 巴奇就是 這個我之後如果追到的話 覺得有值得講的話再講好不好 因為真的沒跟 真的沒跟 好 那也歡迎如果你喜歡 讚國志柳玉柱這系列的話 加個會員就是一個給我的支持 其實我還蠻需要會員的 因為會員 就讓 茶館的收入會比較多嘛 而且可以支撐我們 團隊頻道 其實團 頻道不只以後我一個人在做阿 那說真的 像youtube本來就越來越不好做 所以會員越多 絕對是對我們幫助是很重要的 所以像有時候我會講完一集嘛 然後有人就說趁這個還沒鎖起來 先趕快來看 或者是阿怎麼鎖起來 我沒有加會 我就不能看 就是希望你們如果真的支持的話 可以加個一個月 你也可以只加一個月 然後後來覺得阿 這個有一些考量嘛 沒辦法一直續 那也沒關係阿 其實加個一次 聽以前的好幾集 都還蠻划算的吧 所以有時候我會看到說 阿 在那邊說阿很喜歡 然後很可惜 那我就想你加個一個月吧 呵呵呵 因為我當然知道阿 其實長期去茶館的這些 老會員們 老將軍們 哇去兩三年 是真的也是 也是一筆錢阿 所以我很感激阿 真的很感激阿 但如果你一次都沒有加過的話 小小的心意其實我也覺得 很感動阿 所以可以考慮阿 好不好可以考慮 累積兩個月阿 那也不錯阿 那也不錯阿 然後有人 那個雙骨劍在冒火 然後說好想加會員是怎樣 呵呵呵 都不知道加多久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來講曹瑞的故事 其實曹瑞光是把他的一生 雖然他 大家都認識曹瑞的一個特徵 特徵是短命 雖然他活得不久 不長久 但其實故事跟可以講的事情 也蠻多的 還真的蠻多的 十萬訂閱會穿女裝表演嗎 我希望十萬訂閱的時候 我這個頻道還在 雖然這樣講好像有點悲觀 說真的 如果訂閱一直很低 然後關卡一直很低的話 之後說不定就真的不做了 因為真的很低 所以十萬這個門檻阿 我會努力 該做的事我都會做 可是如果真的有一天 我覺得我很努力了 頻道沒什麼起色的話 說不定 說不定會有那麼一天 好不好 這本來是有可能的 好 那我們來講曹瑞的故事 曹瑞 其實能講 剛剛開頭要說的就是 光是要把他的 你說三國志 曹瑞這個名帝記 然後他整個講一遍 還有他可以分析的地方都講一遍 就講不完了 不是一集可以講完的 所以今天關於曹瑞 整個柳玉書 開頭先做個摘要 先做個摘要 今天不會把曹瑞的什麼一生 然後軍事面 這又託過那些事情 全部講一遍 因為這可以講 可能可以講好多次 可能可以講個兩集 甚至三集 所以今天我們先看 要看哪個重點 首先我想講 我們認識 簡單認識曹瑞的話 他最大的優點 其實他優點還蠻多的 他厲害的地方還蠻多的 那最明顯的一點 最常被人家稱讚的 就是他有一流的決斷能力 決策能力 跟戰略觀 然後 最常被講的缺點 我們看他的最大優點 跟最大缺點 缺點就是他的偷孤 造成了整個曹家被挖空 我們知道最後他選擇了司馬懿 但司馬懿等於 把曹家的天下給搶走了 那是完全 這幾乎可以完全說是曹瑞 是造成這一切的主要原因 如果他沒有這樣 如果他安排不一樣的話 後續可能會不一樣 那這是他 關於他最大的一個 最常被討論的兩點 那再來就是他的個性 其實是一個很帥性 很做自己 你可以說他是一個很做自己的皇帝 是個很韌性啊 很自由啊 很做自己的皇帝 那也可以說他是一個 甚至我們不要講皇帝 他是這個人的個性 我覺得是有蠻多有趣跟 值得去聊聊的地方 所以今天主要講第三點 主要來認識他的個性 不只是一個皇帝 當做一個人來好好的認識他 因為曹瑞其實本身這個性格 就蠻有趣的 今天主要就講這第三點 因為你會發現其實 決策能力跟戰略觀 以前我講過 有一支舊影片講過 然後脫孤這件事 因為他可以講太多了 今天如果一講就講不完 所以這個我想要留到 如果我們之後 可以再做一集影片 再做一集直播 可以再講 主要想來講性格 來認識曹瑞 今天只是上集也不算啦 今天就是整個曹瑞的性格 來今天這集就叫做 認識曹瑞嘛 那關於他的什麼脫孤啦 關於他的一些什麼分析能力啊 我們可以之後再講 歷史上的黃書有沒有心理扭曲 你想問曹瑞吧 歷史上的曹瑞有沒有心理扭曲吧 歷史上的黃書 是誰 劉備嗎 我嗎 曹瑞童年不太好 然後他的心理扭曲 我覺得他以前一定是有陰影的啊 一定是有扭曲的啊 而且等等會講到啊 我就要講這一面啊 我就要講他性格的部分 你怎麼不說最大問題是曹爽 當然跟曹爽有關 可是 可是 曹瑞更有關耶 說實話 曹瑞絕對是更有關係 因為曹瑞你可以選擇啊 你選擇了曹爽跟司馬懿抗衡 那其實就 曹爽就鬥不過司馬懿啊 所以問題大的當然是曹瑞啊 這不是說檢討一個被害者啊 你曹家的天下被人家搶走了 你要檢討他 不是啊 曹瑞本來就是跟這件事關係最深的啊 他本來就跟這件事關係最深啊 而且對 這樣說當然有一點點苛責他 他怎麼知道以後會發生什麼事 我當然不知道以後會發生什麼事 我也不覺得他會知道 可是 因為曹瑞在歷史中展現出來的判斷能力 一直都是很優秀的 他是聰明的 他是敏銳的 所以他是有機會注意到的 你說一般人注意不到 那當然沒關係 可是他有那個機會啊 好啦 不過這個就不多說 因為這個我就講了嘛 這個會講超級多 所以就之後再聊 之後再聊 重點是他認識司馬懿 他又不是說他不認識司馬懿 他很不熟 沒有耶他很認識耶 他也認識曹爽這些他們自家的宗室嘛 所以他認識他們 他知道他們 他也了解 國家的這些後來可能的東西 這樣的判斷能力一直都很好 那他應該可以做的更好 卻沒有 那當然要檢討他 不然呢 好但不要再問我其他的問題了 我們在那講不完了 所以這些我就說嘛 這些可以放在之後講 之後的直播或之後的影片主題 我在想想啦 反正他很值得再做一集 那那集可能是影片或直播啦 所以一聊孫姿啊 流放啊 然後曹瑞的這個最後到底有哪些轉折 他其實也曾經一度想說 不要給 呃 就是要給自家人 曾經一度想說啊 權力還是要給曹家人 他也想過 但還是沒有 所以他心裡有很多轉折 那個講不完啦 好 那我們再往下看 所以開頭先做摘要啦 今天講他的性格為主 性格為主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 開頭幫大家下個標語啦 講到曹瑞一定會想到 呵呵 講到曹瑞就會想到什麼 他是一個很優秀接班人嗎 送他兩句話 孫子當如孫仲謀 然後孫子當如魏冥帝 呵呵呵 孫子當如孫仲謀 孫子 因為曹瑞是曹操的孫子嘛 孫子就要像怎樣 就要像魏冥帝 曹瑞這麼棒 這麼優秀 其實孫仲謀 也很想給他孫子這兩個字 我們常常都笑他是 乖孫子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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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兒子 好啦 今天這個影片講 曹瑞阿成又可以中江 有沒有 開頭講一下 因為他真的是 第一個想到的印象就是 很棒的一個這個 後繼者嘛 然後我其實 標題的縮圖好像打錯字了 希望大家這個 包容一下 我其實有兩個想法 有兩個詞 兩個詞 可以來形容曹瑞 對啦 天資過人 或天資秀出 這兩個字都是對的 可是 可是 天資就是資質 資質的那個天資嘛 所以天資過人是對的 然後天資秀出 應該要打這個資喔 所以我寫天資秀出的資 好像原本打錯了 天資應該要打這個資才對 因為這個是講說 他的這個皇帝的容貌啊 才能啊 都是很 傑出的 很優秀的 所以這個天資的資 要寫那個資喔 就是容貌啦 才能啦 那個 比較像是外表的那個資啦 那天資過人也可以啦 可是不能兩個 不能兩個混用 那我打這個時候 剛剛選錯了 好 這個只是解釋一下 欸 感謝周朗 感謝周瑜啊 孫全來捐良 孫全使者是不是 你代替 你代表孫全來捐良的是吧 好 謝謝牛皇叔 啊 感謝感謝 搞不好突估給別人更糟糕啊 我那個 那個之後再 之後再聊 之後再聊好不好 其實好像也很難比 司馬懿更糟糕吧 我說以曹家 曹家人的角度來說 整個基業都被搶走 當然是最糟的 還能比司馬懿還糟嗎 呵呵 不難了吧 呵呵 容貌喔 這個是講容貌喔 當然容貌 所謂的 其實古代常常把財帽都放在一起講 所以講他外貌好 也是才能好啦 才貌都好的意思啦 好有人說到他媽媽是真士嘛 真雞嘛 所以好像外貌好也應該 來我們一句一句來看 來我們先從一些小地方來看 其實這個不是三國志 我們先來看魏書有幾句話 來他才幾歲的時候 其實就展現出他不管是可能外貌也 很有這個 很 很讓人眼睛一亮啊 哇一看就覺得他長相是很特別 特別有那個馬英姿嘛 然後又有一些特別的見識 其實主要是他 他的這個可能是 可能是講話不多 但他說的話都 讓人家覺得是小孩不是普通小孩很聰明 應該是話少但很聰明的孩子 所以曹操從小就覺得 哇有這樣的一個 這個小孩 那那是他孫子嗎 曹操就說 曹操就很訝異 然後覺得這個小孩厲害喔 我的基業可以傳三代了 曹操就覺得說 我的基業可以傳三代 穩了 因為他看到曹瑞這麼聰明 這麼優秀 穩了 那聽到這邊覺得 有點好笑的地方是 明明曹操在選基業班人的時候 當初也掙扎了很久 這件事也不是假的 不是什麼小說或戲劇 曹操真的 對於曹操跟曹擲 他是掙扎很久的 不然說實話啦 曹操的地位 早就可以確立他是世子 但曹操一直都沒有 百分之百的確定嘛 然後倒是對於這個什麼 曹操的兒子很欣賞 而且說不定還真的他給曹操 他最後選擇曹操的原因之一 說不定還跟曹瑞有關喔 因為覺得曹操以後 曹操也是個這個聰明的 可以當個好接班人 所以傳給他 當然這可能只是原因之一 的那個很小的原因 並不是說他是因為喜歡曹操才選擇曹操 當然不是當然不是 可是說不定他對曹操的這個喜歡 是很明顯 明顯到曹操可能都有點不開心的 想說 想說 爹你到底對我有多不喜歡啊 有多討厭 因為你會發現曹操對於曹操 就真的 很多地方都算是冷落或者是不喜歡的嘛 他偏好更多別人啊 所以明明這邊在操 這邊在稱讚曹瑞啊 但是 就覺得怎樣 曹操哭暈在廁所 曹操又哭暈在廁所 他應該哭暈很多次了 因為他爸總是對他 好像 對於他的這個重視就是少了點啊 曹操心理也很大 這是真的啊 結果 穩了 絕對穩三代 也真的只有三代 哎呀 曹操 那其實是曹操烏鴉嘴耶 那這個記載其實還有一個好笑的地方 你們沒講完沒想到 其實直播好玩就在這邊嘛 我自己有一些我想好要分享的東西 然後 有時候聊天室 想到一些特別的 或有趣的都很好玩嘛 像你們講 曹操是不是就烏鴉嘴嘛 曹操說 哎呀我的基業三代穩了 穩三代 三代都很穩 然後三代以後就沒了 對啦 三代都穩了 三代以後就怎樣 啪 沒了 笑死曹操烏鴉嘴 誰叫你要說穩三代 你不會說穩三十代 哎呀 預言帝啊 你就講一個穩三十代不就好了 好啦然後就啪 沒了 大預言家曹操 OK 那我們再往下看啊 這是一個小小的 開頭先從這點 因為我們常常聽到曹瑞的評價 都從這點開始的嘛 曹操很欣賞他嘛 而且那時候他還很小啊 那可見這孩子一定是特別聰明啊 然後 其實講到曹瑞的外表好看這件事 蠻多人寫到的 不同人都寫到 什麼劉頁啦 孫聖 聽別人講過 還是寫下來 然後衛縮 然後衛衛略什麼的 都有寫 所以外型應該是真的是好看 而且有威嚴的 那小時候可能就是英俊的嘛 然後長大的就是這種 算是俊秀 而且有威嚴的 然後 即位以後 他對大臣 因為他其實很年輕 他當皇帝的時候很年輕 二十一 二十一左右 那這時候 其實 臣子們 尤其那種仲臣 都是他的長輩嘛 所以他對大臣 他都很有禮貌 但是怎樣 這個 這個就其實就是一個皇帝的特色 他對大家是很有禮貌的 很禮遇的 可是他有一種威嚴 而且 他在看人都很準確 就是你想要騙他 你不要以為他年輕好騙 騙他的都滿不過他 所以曹瑞 光是這短短幾句 你會發現這也是一個很 行貌很鮮明的一個少年皇帝 長相是這個 像什麼天之秀出 妄之妍然 都是看 都是在稱讚他外表 除了 除了音訊以外 而且是有威嚴 然後他在看人的時候 你會自然來對他有一種敬畏 雖然大家年紀 可能老臣們 年紀都比他大很多 但是對他會有一點點敬畏的 因為他都有在看 每個人 有沒有欺騙他 有沒有蠻騙他 什麼的 然後 他其實是有口急的 所以他 我為什麼會說他應該有一個形象 是不常講話 因為口急 常常講話可能會 讓人家覺得 這個嘛 就是會露出你這個 比較不堪的一面嘛 但是他怎樣 他只要講話一定都是 很準確 而且他的決斷 決策能力 是快很準的 這也是曹瑞的一個特色嘛 所以雖然他口急 那話比較少 可是講話出來 其實是有威嚴的 而且大家都會發現 喔他講話是很 很有這個 判斷能力是很好的 很有見識的 看人很準 就只有司馬懿不準 他看誰都很準 就只有司馬懿不準 那這邊是有寫到他有口急 所以整個形象就是一個 很聰明 然後很 雖然年輕英俊 但是你看到他自然然 會有一種敬畏之心 會有點怕他的這種少年皇帝 因為他這個眼光是 都在掃視臣子們 你想要騙他是不容易騙過他的 除非你是司馬懿 好不好 還是要補這一句 除非你是老謀生算的司馬懿 好不好 不對其實我這樣講 還是要 雖然我的意思是說 不要講脫過太多事情 還是要忍不住要解釋一下 其實你說他看錯司馬懿 倒也不完全 我會 我檢討曹瑞 並不是說他看錯司馬懿這件事 而是說你把司馬懿跟曹壯擺在一起 這個擺法就不好 說實話這擺法就真的不好 真的可以檢討 可是你說單純司馬懿這個人很糟糕 其實也不是 因為司馬懿真的有一半是被 有一大半是被逼的 他不是說他早在 什麼曹批時期 曹瑞時期 他就處心機率想要 摸取他們司馬家的天下 如果這樣想 反而是太 那是連續劇的那一面 所以我要講 並不是說司馬懿一直在演 然後演到這個曹瑞都判斷不出來 其實司馬懿 原本也不見得知道 他以後會做出那件事 真的 曹瑞脫孤給他說 司馬懿也不知道 他以後會 會把曹家的天下給整個搶過來 他其實那時候 完全不確定 可是後來是曹長 就沒能力還要弄他 就來說 你把他們放在一起 是前任皇帝的責任 可是單純就 選司馬懿這件事 其實問題不大 單純看司馬懿 其實他 他沒什麼不對啊 司馬懿對曹批都很 敬鬆啊 對啊 好啦 那這個 這個就 以後再聊 以後再聊 所以你會發現 三國治十四 還真的是蠻用心的 這是三國治十四的立會 裡面有講到幾個重點 來我們來看 其實長 長法的皇帝 好像以前就蠻少見的 可是 這邊就特別講到 他是這個長法的 然後是英俊的 三國治十四 完全有畫出來 頭髮很長 然後雖然很年輕 可是他有一種這種 讓你看到他有霸氣 有一種陰氣 就是 知道這個人是有能力的 有才幹的 不要以為他是少年皇帝 就可以小看他 這個圖做得很棒 然後三國治十四 給他的數值 其實也不差 但我會覺得 還可以再給高一點 這個數值已經很好了 說真的 以這個數值來說 皇帝沒有幾個人這麼高的 我說在遊戲裡面 三國治十四 那這樣的數值 已經很好 但我還甚至覺得 可以更好 比如說統帥給七十五 我覺得可以給到八十 因為他不只是 曹瑞 我說我多次說 他判斷能力很棒 但他不是說 只坐在後方 判斷 叫誰出去 叫曹真出去 叫司馬懿出去 沒有他幾次 關鍵時刻 他都有御駕清真 雖然說那個清真 不是說真的到前線去打仗 可是他都有出動的意思 他都有親自督軍出去 那你說這樣的話 統帥能力 而且他每次都軍出去 都達到好效果 比如說去長安坐鎮 第一次北伐 這個樣子就退兵了 然後去東邊坐鎮的時候 孫全就被他嚇跑了 所以曹瑞出去哪邊 其實每次御駕清真 都有收到不錯的效果 那他也常常出去 所以這樣子 也算是帶兵嘛 統帥嘛 統帥力我覺得是好的 而且那個統帥加上指揮判斷都是很優秀 所以我覺得給75太低了啦 80幾都合理 智力甚至也可以給到更多8588 接近90都可以 因為他智力真的很高啊 我就覺得這數字已經很漂亮 但還可以再給更高 因為他真的很強 這是我對他的評價 那剛好用遊戲來聊 因為遊戲數值 雖然都只是數值沒錯 可是我就覺得 這個我們大家平常玩遊戲嘛 用數字最容易看出我們對他的評價怎樣 那我對他的評價就是這麼高 司馬伊養死士 其實那件事也是一個小到小小小 我甚至都不覺得他養死士這件事是重要的 我甚至不覺得那件事有多麼重要 好像很多農場文喜歡寫說 司馬伊養了三件死士就用在那一天 其實那一天的重點根本就不是死士欸 那天重點是太后 是那個什麼 這些老臣都挺司馬伊 然後太后那邊他們直接去把 把事情給壟斷 跟死士的關係真的不大 武力真的不會高啦 因為畢竟他本來就沒有什麼上戰場嘛 他本來就不是靠武力的 可是智力可以高 然後統帥可以高 我覺得都可以再往上加 武力你說他會什麼射箭什麼東西 可是其實真的是沒有一些 比較比較明顯的實戰啊 別說實戰啊 真的就是連連戰場的話都距離非常非常遙遠啊 好那繼續往下講 現在才進來的觀眾們 晚安晚安 我們在講曹瑞啊 曹瑞開頭我已經先講 我個人對他覺得能力評價是很高的 這個數字我都覺得可以再往上 往上加的 好 我關個mine一下 好 好 我們繼續 廣播 廣播結束了 我們繼續講曹瑞 這個阿瑞真的很帥吧 這個阿瑞真的就 剛才聊天室自己提到的 聊天室有人在說 還以為是隔壁的阿瑞 我們是曹瑞 另外一個是孟霍 再往下看吧 再來就要進入三國之名地季了 前面先聊一些簡單的事情 像是外表啦 然後有一些這種評價 還有曹操對他的評價 你看嘛 曹操就真的很欣賞他 然後我也認為 剛剛就著遊戲的素質來說 我覺得他的統帥能力聰明程度 真的在三國裡面的這種領導者 三國裡面的皇帝 真的是少有的 真的是少有的優秀啦 好 其實廣播還在講耶 廣播還在講 但我不管了 我繼續往下講 繼續往下講 來 他其實15歲的時候先瘋猴嘛 那我要告訴大家 首先我們來看 我說這集就不要講那麼雜 不要講太大的部分 這集不用講很多很大的部分 講曹瑞的性格 來認識一下他的內心 那認識他內心 從小時候看起嘛 少年時看起嘛 他15歲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知道有一件事啊 他的媽媽是真士 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真姬嘛 曹匹當初很喜歡真姬 覺得他很美嘛 覺得這個 我們都還知道 他曾經甚至疑似怎樣 還跟曹超看上 同樣看上他嘛 然後還搶先一步之類的 但真姬的故事以前都沒有故 那以前曹匹這麼愛他 結果後來怎樣 因為真士的一兩句話得罪他 就去怪罪 然後去刺死 所以真士是被曹匹給下令處死的意思嗎 就曹匹害了真士 那這時候你要想曹瑞的心情 這個是他的媽媽耶 他的媽媽因為這件事以後 而且他媽媽被處死了 那他還受到牽連 其實曹瑞已經心裡應該是很難受的 然後也因為這樣 曹匹當然你可以想像嘛 曹匹殺了真士以後 也會去對他的兒子 就是去做一個這個 扁 打壓嘛 也會打壓嘛 所以 其實曹瑞 上 小時候就不得寵啊 那先看這段記載的話 我們應該要先傷心一件事 就是真士的這個故事 傷心真姬之死啊 傷心這個真士的死的很不值得啊 那以前其實聊過這段故事了 哭哭 先幫真士機QQ 我們聊天室怎麼越來越多人啊 什麼時候又有身測薄服 然後還有女婿有看到我嗎 怎麼越來越熱鬧了 怎麼越來越熱鬧了 曹瑞比 啊 曹瑞路線比班首勇多了 好 那 其實啊 你可以想像啦 曹瑞小時候這個心情真的是很複雜的耶 自己的生母被被害 然後他也因此而受到牽連 他對曹匹肯定是有一個這個 不要說是深仇大恨 可是不可能沒有 不可能沒有仇怨啦 一定是有這種很 一定是有很深的陰影嘛 然後 而且曹匹還怎樣 因為他原本有真 真士是他的夫人嘛 那他還有孤皇后 那孤皇后是沒有兒子的 所以怎樣 曹匹還下令喔 是下令喔 不是說 這個 希望他自己去 希望這個曹瑞自己去 去侍奉那個什麼 去侍奉郭皇后 是命令喔 曹匹下命令 叫曹瑞去好好奉養 這個郭皇后 把他當做自己的母親 那你想想看曹瑞的心情 我媽媽已經被害了 然後你叫我這個 用一種命令的方式嗎 這個算是召令耶 然後曹瑞當然是心裡是不開心的 而且他異勝不平嘛 對於這件事 對他又是一個傷害 那 所以你可以想像他原本對曹匹 對郭皇后 應該都是沒有好臉色的 原本 因為那時候還年輕啊 加上母親 如果剛死的時候 一定的啊 他一定對這兩個人都是白臭臉的啊 但後來怎樣 後來他還是 改變了這個態度 好好的恭敬的去侍奉郭皇后 而且都是會去 每天早晚去問候他 照顧他起居 那郭皇后 也因為沒有兒子 對他 也真的是越來越慈愛 把他當成自己的兒子 所以後來就變成這個 家庭變得 也像是一家人啦 後來就是一個圓滿的家庭了 後來就是一個美好的這個故事 可是前面曹瑞的心裡一定是受傷很深的 那你就可以看到曹瑞真的也是不容易喔 他的小時候 真的也是有各種陰影 曹瑞的50道陰影啊 我們都說曹P 性格應該是很扭曲的 而且曹操真的對他有點不好 曹操其實 害曹P有很多這種成長上的 不管是童年啦 還是年紀大一點啦 都有很多的這種 上一代的壓力嘛 也好嘛 或鬥爭競爭也好嘛 所以曹P很可憐 可是曹瑞好像沒有比他好 跟曹P一樣可憐 甚至你可以說這種 他的母親直接被爸爸給害死 那好像更難過 或者說心情更複雜 所以他的扭曲程度一點也不少啊 假面家庭 對那你說曹瑞這個到底是真是假 我會覺得啦 我會覺得他其實就是一個聰明的孩子 所以他知道這樣子 對他最好 我不會覺得那全部是假的 但是也不會全部是真心啦 可能就是一方面他知道自己得這麼做嘛 一方面是演的 可是演著演著可能也覺得 其實郭皇后對他也不錯 因為 其實曹瑞這個人 我不會覺得他全部都是演技喔 全部是一個心裡很恨郭皇后 其實他可能還比較討厭曹P喔 他可能比較怨恨父親一點喔 對郭皇后可能還好 畢竟郭皇后沒有害死政績啊 所以為什麼他願意對郭皇后好 我覺得好像也合理 加上加上這個 因為郭皇后他自己沒有兒子 所以他也會對這個孩子好嗎 那可能也因為這樣子 曹瑞對他越來越有這種感情在 我覺得感情本來就會慢慢培養出來的嘛 就感情可能會慢慢慢慢培養出來 所以我不會覺得他跟郭皇后是 完全是一個假猩猩的在演啦 父慈慈祥 好 然後你說有一些那種 什麼說法是什麼 曹瑞是原價的這種 這些八卦 聽聽就好好不好 聽聽就好 那總之啦 可以看見曹瑞的童年啊 少年時啊 是蠻不容易的喔 也是有很多這種 那其實還有一點 應該說最不容易一點是 他整個人 真的有變成一個性格扭曲 變成一個非常陰險 其實極有可能 這樣的環境 極有可能養出一個 性格極度扭曲 極度不正常 甚至可能陰險殘暴的樣 的一個未來皇帝 但是他沒有 這是重點 但是沒有 所以其實曹瑞的整個人的心態 也算是蠻健康的 他的心理精神能力 抗壓能力很強 像是對於皇后好這件事 侍奉皇后這件事 一開始可能只是 勉強自己去做 可是後來他其實也跟他有點真心 所以他這個孩子 可愛的地方在於 他其實還算是 他不是完全說 比如我直接講明一點 曹匹整個人 會讓人 讓人家覺得他的城府更深 演技更重 但曹瑞這個人 其實不會覺得他全部都是假的 全部都是演的 他其實一定程度上還是蠻真性情的 就像是他對他 爸爸會白臉色一樣 我覺得他一定程度上算是真性情的 好 那我們來先再講曹瑞之前 為什麼曹瑞會得到曹操 這麼深的稱讚 或者是得到很多人 覺得曹瑞這個孩子的特別 到底特別在哪裡 我這樣講 我們先看曹操的兒子 雖然曹瑞不是他兒子 是孫子 可是你看這幾個兒子 曹匹最大的特色 你要講優點的話 就是他的心思很 很缺密很謹慎 曹匹是那種想很多 然後謀略很深的人 這算是優點吧 那缺點就是怎樣 缺點就是很有心機 然後城府很深 那你看不透他在想什麼 甚至有點扭曲 有點陰險了 然後度量是比較小的 氣量很小 所以他的優缺點 其實有點像是同一件事 就是一個很會想很多很細的事情 這樣的一個皇帝 那好處優點就是謹慎缜密 那壞處就是他對很多事很斤斤計較 甚至很不容情面 這是曹匹 那曹職的優點是什麼 就是活得很奔放 很率性很自由 那缺點就是太過放縱 甚至會因為這樣而誤事 曹操其實還沒決定 還沒完全決定要立曹匹 還立曹職的時候 曹職如果不要犯幾件大錯 什麼喝酒啦 駕車啦 酒駕 他喝酒在那邊亂開車嘛對不對 這些都是有歷史記載的啊 所以曹職的這個 然後他這種 呃 他有詩人的那一面嘛 寫文章 寫詩 都是很有才華 其實曹匹也很有文才 曹匹的文才 曹匹的文才也很好 可是曹匹就是那種 把一篇文章做得很 呃 做得很漂亮 做得很嚴謹 可是曹職就是更像是天才的作家那種 喔 很隨性的寫 就寫得很漂亮 很美 所以風格 風格 風格很不同 可是其實 不要直接說 很多人都直接說 曹職的文才比曹匹好很多 其實沒有喔 曹匹的文才非常好 只是兩個人是不同的 但曹職就是更藝術家啦 好 這是曹職的特色嘛 有缺點也都有很明顯 他的缺點就是 太過藝術家性格 完全不適合當皇帝啊 所以沒有選他也是對的嘛 因為他就是太過放縱的一個人啊 好 那還有一個小兒子喔 曹職其實我們比較少講到 但是曹職也很得曹操喜歡 而且我覺得他得曹操喜歡的一個很大原因 是因為他太不像是一個宮廷出身的人了 其實曹操教兒子有一個很棒的地方 他不是說拼命的灌輸他們一大堆 當然都有請一些所謂的老師 比如說司馬懿陪著曹匹讀書嘛 那司馬懿有點像他的家教對不對 所以他當然有給兒子們教育 有給他一些家教 可是曹操不是那種很施壓的 覺得你要學好什麼東西 他其實都是相對會鼓勵他們學 可是相對來說是給他們更大自由的 你喜歡什麼你就去哪個方面發展 像你看另外一個兒子曹張也是嘛 你愛打仗愛當將軍 曹操明明很反對 但還是讓他去打 所以這個老爸也不簡單 比起現在很多人很多父母 都在那邊強迫小孩子要聽自己的話 曹操在古代的人來說 已經非常非常開明了 古代的父母更權威耶 更是會強迫兒子做自己想要的規劃的路 可是曹操沒有喔 他真的都相對讓他們去那個發展 那曹操就是自由發展出來 發展出一個很不像帝王兒子的小孩 很不像出生在帝王家的人 為什麼 因為他心地非常非常的善良 善良到沒有那種任何的心機鬥爭 他不是說不聰明喔 他很聰明 他的聰明都用在很溫暖很正面的地方 他對於下屬都很好 甚至會幫下屬講一些謊話 去原諒他們的過錯 去幫他們這個圓謊什麼的 這些以前也有聊過 請看曹操那支影片 所以曹操為什麼愛他也可能覺得說 這樣的一個兒子真的是一個假如啦 假如他真的活到大的話 不要說直接繼承國家 如果有他在 他當作一個 如果之後是曹批當皇帝 但他有個兄弟這樣子可以幫助他 有曹操這樣的一個個性 又很暖 是個暖男耶 又很溫暖 又很聰明的人 在他身邊的話 那是不是也是件好事呢 也可以對於整個家庭啦 對於整個後代 說不定都是一個很棒的輔助 但偏偏他早逝啦 總之曹操的幾個兒子都還蠻不一樣的 這也是一個特色嘛 他的幾個孩子都差很多 不要被曹操搞死 可是你看啊 他不爭不搶啊 他不爭不搶就比較不容易被搞啦 當然你說曹操可能也是誰都想搞 可是以曹操的個性 加上他年紀就比他小很多 對他的威脅其實不算深 我是覺得還好 總之 那個先不管啦 總之曹操的幾個兒子 都有很不一樣的優點缺點 然後你會發現一件事喔 曹瑞 曹瑞為什麼我常常 為什麼我一直會覺得曹瑞很特別 因為他好像擁有這幾個人的優點耶 他是不是聰明的 他是不是跟曹操一樣聰明 有誠服 有啊 他就是這樣的人啊 他小時候也知道說 哇 有些事要藏在心裡 對這個爸爸的一些不滿 他當然對曹操有不滿嘛 也是得藏起來嘛 然後扭曲的部分也有點像 可是他不像曹操那麼扭曲 他有沒有率性的一面 有沒有他自由的一面 有喔 後面我會講到更多 然後曹瑞有沒有這種比較 比較溫和比較善良的一面 也有也有 當然他也有相對來說 對於一個皇帝來說 比較不好的地方 比如說動用百姓啊 勞役百姓去大興土木什麼的 可是啊我們只看優點的話 他其實是幾個優點都有的喔 而且並沒有那種 決定性致命性的缺陷 其實沒有 他沒有 曹家所有兒子的缺點 可是卻有多數好幾個兒子的優點 這樣就很不容易了吧 這個當初在選角的時候 如果可以選到一個人 有曹批曹擲曹操的優點 哇賽 這角色還不選爆對不對 這角色大家選起來 曹瑞這個角色天生屬性就很棒 聰明謹慎 有謀略能力 但是又一方面有這種自由奔放的一面 有真性情的一面 很不容易啊 然後也是一個願意對待成屬門 是很寬厚的 他是寬厚的喔 也不愛亂殺人喔 也不會亂殺人喔 也沒有曹操的缺點喔 所以 他真的做了 他真的這個 光是這些屬性就是很難得的啊 不至於說到善良 可是寬厚啊 我講的曹瑞不是說善良 我講的是寬厚 對待成屬是寬厚 然後有理的 曹操對成屬是很不寬厚的喔 所以他是有好幾個這個曹家兒子的優點的啊 短命也繼承了 對啦 短命也繼承了 糟糕 曹批的短命跟曹聰的短命都繼承了 呵呵呵呵 好 那再往下看 欸好像講了還 前面講太久了 我要講後面要講快一點 那總之他怎樣 其實他曾經怎樣 所謂的東宮就是地位還沒有確定的時候 只是說 他就有點像是一個 也是未來接班人的人選之一而已 之一 其實也那時候也不知道他到底會不會真的當皇帝嗎 因為曹批其實是沒有要立他的 曹批都殺了他媽媽了 然後對他也是 態度就是在觀望嘛 所以他在東宮就是這些舉止都要很小心 那你就看曹瑞怎樣 他不去結交朝廷的權貴 他如果去結交的話 就好像是有一些意圖啊 好像是為了未來要想要怎樣 那可能會更引起猜忌嘛 所以他不去管那些老臣重臣 他也不去管政事 他就是專心讀書 然後上位了以後 對大臣都非常的這個有禮貌 這些事也是他當初在東宮 曹批可能是看著看著覺得 欸好這兒子沒有什麼這種 就是不順眼的舉動嗎 沒有什麼這種野心嗎 好最後還是決定把位子傳給他 其實曹批很晚才決定傳給他喔 多晚都到了他快要病死前 他才真的立他耶 都已經生病了才立他耶 他真的是很晚很晚耶 一般不可能在接班人都沒有提前立好的啦 然後他以後不管是什麼出兵也好啦 決定大事也好啦 大家常常都被謀臣們都會驚嘆這個皇帝的思想 驚嘆他的謀略 可見他自己就是一個厲害的謀臣 他的這種判斷能力 常常讓那些專門做決策的這種謀臣都會佩服 都會佩服他 然後他特別怎樣 特別強勢 強勢就是記憶力很特別好嘛 我們常常聽強勢搏輯嘛 他對於這些臣子們啦 大官也好小官也好 名字什麼的 世紀什麼他看過就不會忘記 過目不忘哇塞 而且皇帝身邊的官吏大小官吏有多少啊 全部看一遍他就可以記得 他就天才啊 然後所以你看到他整個人就是怎樣 除了天資好 臣府生也是真的啦 像包括以前 他會用一些這種方式來躲避 曹批對他的這種可能的猜忌什麼的嘛 但是他一方面 又沒有完全變成一個很扭曲的一個變態的皇帝 其實沒有 他的性格還算是 還算是相對的這個 對於成屬們 還算是很寬容的 很寬厚的 好tt 好 感謝良財傲 贊助曹擔任的五為全能力的壯 壽命先計換來 這我剛剛有說嘛 選角選到這麼好的角色 阿呀原來是用壽命換的啦 藝藏素質沒看到啦 裡面餐的壽命很低啊 剛剛只看到有好多好能力哦 有好多好能力 出好多特殊的優點 那就選了 結果選完角才發現壽命很低 晶田一 好 那 你看哦 文帝其实一开始对他也不喜欢嘛 正常啊 他都害了尊姬 对于这个儿子怎么看 一定都觉得怪怪的 一方面当然心里对他也故意不去 一方面也是觉得 如果这个让这个儿子好像 好像他对我就是会不利嘛 你一定会这样想嘛 因为我都害了他妈妈了 我害了他生母了 所以 这个曹匹对于曹瑞 原本当然是不喜欢的 然后原本甚至是想要用别的 用别的儿子来继承 一直都没有拜太子 那有一个小故事这样说的 这个故事也听过 蛮常讲的 快速讲一遍 就是曹匹带着曹瑞去打猎 然后 先射杀了母鹿 曹匹先把母鹿给射杀了 然后他叫曹瑞说 哎 你射那只小鹿快点 旁边还有只小鹿 那曹瑞不从 曹瑞不射 他说陛下 你已经杀了他的妈妈了 我不忍心再杀他的儿子 那这就是曹瑞自己的故事嘛 哎 我妈妈都死了 你难道还要害我吗 其实这个故事 我没有完全相信 我觉得这是故事 我不觉得这个 我觉得可信度偏低 偏低的原因是因为 好 这故事只是要说 你看曹瑞很聪明 讲这样一个故事 然后他讲着讲着就哭了 那曹匹听了也觉得 哎呀 一方面觉得他的这个很聪明 一方面也觉得 有点同情嘛 就是对 我好像害了他母亲 我不该再对他不好了 然后就怎样 树立之意就坚定了 就好吧 我就立他吧 但我会觉得这不是曹匹 假如你真的做了这件事情 曹匹就会说 啊好 你是个好儿子 我要立你吗 没有哎 我觉得曹匹的气量很小 曹瑞讲了这种话 曹匹可能心里觉得 你难道在讽刺我吗 你讽刺我杀了你吗 现在难道我就不能杀你吗 来来来拖下这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故事 第一个 不太像曹匹的性格 第二个就是 好了 我没有说曹匹一定就很坏 一定这么烂 就是 可是 我们都相信曹瑞是聪明的 是敏感 是敏锐的一个孩子 其实 一个聪明敏感的孩子 不该讲这个故事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 真正最好的对待方式 真正你要得到曹匹的信任 或得到曹匹的喜欢 最好的方式是 绝口不提妈妈的事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一定是正确答案吧 绝口不提妈妈的事 如果你常常讲母亲 母亲 曹匹一定很不爽 一定觉得 所以你现在在怪我咯 怪我咯 其实就要怪你没错 可是曹匹听了一定不爽的 一定会被刺到啊 我杀都杀了 你现在一直提是怎样 所以最好的方式 绝对是不提 那这个故事就是提啦 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的曹瑞不聪明 我说这个故事里面的曹瑞做的事情 并不是很聪明啊 对 所以不说话是最好的 不说是最好的 那你在讲这个就偷臭啊 对啊 曹匹哪会这么容易被感动 对啊 你们吐槽都很正确啊 聊天室 你看我们都 我们都跟曹匹这么熟了 你觉得曹匹 会因为这样子就很感动吗 不会啊 对不对 听了以后就怎样 一家人整整齐齐的 你也下去躺吧 跟你妈妈躺一起 曹匹师 你在偷三 你在偷臭 所以我们都觉得这不是曹匹啊 所以我就说啦 这个故事我没有很相信啦 真正的好的做法是不要提妈妈 也不要提这种敏感的话题 只要跟妈妈有关的都不要讲 对都不要讲 所以我就觉得这故事听听就好 可是你可以想象 这故事我不相信 可是我相信曹瑞在一些小地方 都会表现出这种聪明 然后加上他也没有去怨 他没有表现出来怨恨 怨怪 怪责 这个就是责怪父亲曹匹的那一面 所以曹匹才慢慢觉得可能也 好 这个儿子 他也觉得有点同情也好 然后觉得要立他也好 就是他觉得位子该传给他啦 那些我相信是有的 就是曹瑞有一些 可能有一些小聪明 有一些小地方 他是会稍微演一下戏的 或者说他会对于曹匹 他是比较知道怎么样去跟他应对的 我相信有 可是这个故事就不太好了 这故事的应对不太好了 但平常他的应对应该是好的 好 那我们再来看往下 这个时候 我怎么这一句直接跑出来了 我下面这一句应该是 应该要先遮住的 我平常都是那个 讲完才把那个我的评论放出来 好没关系 我们先把下面这段话先补看 我们先看上面 先看上面 这整段在说什么 曹匹病了以后 你看曹匹都重病了 才立他当皇太子 然后后来他就死了 死了以后曹瑞终于上位了 上位以后他做几件事 这几件事都是很 新皇帝上位本来就要做的 这种基本的礼仪 比如说怎样 原本的皇太后变成太皇太后 原本的皇后变成皇太后 就是往上了 因为我变皇帝了 原本我的皇后就变太后了 就是前面说到的那个 他对待他 像是那个母亲一般的那个国皇后 然后怎样 风诀各有差 好 然后怎样 过了一阵子 他在追试母亲 珍世 也叫做皇后 这一点做得非常非常漂亮 为什么说做得漂亮 首先他不是一来就做 因为一上位就做的话 好像你 你就在怪曹匹嘛 对不对 就是先 他的上一任皇帝 就算是直接杀害了 直接刺死了真姬嘛 所以你一上位说 赶快让珍世当皇后 好像就有在怪罪的意思啊 哪怕曹匹都死了 这件事还是不好 这件事还是不太好 但是他怎样 他故意隔了 就是前后是有间隔的 先做基本的 正统的 最应该做的事情 皇太后 太皇太后 这些做好了以后 再追试他自己的母亲 然后再立 该立他的弟弟 就该立就立 所以这些事 说穿了 好像都 就是做该做的事嘛 该立什么 该怎么立就怎么立 该怎么封就怎么封 听起来好像没什么 可是你要想啊 他才21岁 而且这些事情 其实不太能够 是大臣给他的意见 我说的是 他母亲这件事 他要不要封他母亲 一定是曹瑞自己的意思 那他做的就很好 不是说一上会 然后就封我母亲 但是也不是没有封 所以又展现出他的孝心 但又展现出 他这个新皇帝 是很懂 很懂这个国事的 很试大体的 对 所以说起来简单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但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那他就是把它做的很好啊 对对对 有一个时间点啊 太皇太后还在啊 太皇太后还在啊 对啊 有人说 太皇太后好像活蛮久的哦 好那再往下看 所以他一上未完 先做完这种 什么追风之类的事情 然后他就面对的怎样 面对的是超级多的外患 就是孙权嘛 然后那个诸葛亮那边嘛 那边拼命在攻打他哦 马上他你看 他才刚夏天 然后才上位 五月什么什么的才上位 然后七八月 八月孙权马上就打过来了 然后文聘坚守 那时候感觉是好像有点危险 然后朝廷就在说 是不是要发兵救他 然后朝瑞这时候才几岁 才还是要强调一下 这些事情看起来好像 哦 做的还不错 但也没有特别厉害嘛 可是你要想他才21岁耶 然后怎样 面对这种战争 他也没有慌乱 哦 大家朝廷好像很紧张的感觉 哎呀 是不是要发兵什么什么的 然后皇帝朝瑞说 孙权啊 他熟悉水战 那他今天下船 上 他竟然打陆战咯 只是因为一时的我们不备啦 哦 他打到陆战上 可是其实一打起陆战 然后两边已经成为一个 这个攻守相持之势 就两边变打 慢慢打持久战嘛 这个时候啊 首方就占优势了 哦 攻守的这个 此消彼长啊 他其实打不久 他撑不久的 然后加上怎样 刚好郡县也有一些用兵 附近郡县的这种资源 过去以后 那孙权就真的退兵了 果然如朝瑞所料 而且其实这件事情 孙权以前也曾经被 诶 文聘曾经有一个文睡觉事件 文聘睡觉就打退孙权 那是以前的事哦 不是这一次哦 以前就发生过 那朝瑞其实 他刚上位也好啦 或者说他年轻的时候 加上他以前就常常在读书 也可能听过大家去讨论一些 这种国事嘛 兵事嘛 我在想他对于孙权的用兵 以前就听过了 所以他很知道孙权的性格 啊 他上来打陆战 其实只要两军相持以后 孙权就退兵了 因为孙权的绝招就是怎样 就是带着浩浩荡荡的军队 有时候十万 有时候这个没有到十万 可是号称十万 然后怎样打一打 哎呀 情势不利退兵 孙权的绝招就是先带十万人出去 哦打个卡 以后怎样退兵 他就喜欢啦 他的习惯就是打卡退兵啦 曹瑞早就看穿了 就笑你阿全又退兵啊 而且不是又退兵 是笑你阿全又又又退兵了 哦孙权又退兵了 又不知道第几次退兵了 他每次就是带着一大队军队 然后怎样 稍微打不下来 就退兵 好啦 其实这个说笑是笑大 可是其实就是孙权保守的兵法嘛 对 十万野餐团 他们就是这个打卡团啦 野餐团啦 会不会担心以后被垃圾AI语音取代 其实我说实话 我的影片有一个劣势 就是我的声音不是很好听 其实大家也讲过 还有加上我录影片的时候 我自己一直没办法找到一个最舒服的状态去录 像直播 蛮多观众都跟我讲过说 我直播的这个语气比较有利啊 然后讲起来比较激昂啊 那为什么一般影片不用这种方式录 其实因为真的不太一样 我自己去外面也常常做演讲 我做演讲 我做直播 就是会用最松的方式去讲 可是讲影片如果用一个很放松 这样的方式去讲 一来是那个稿子 跟内容会有点对不上 二来是我自己没办法很顺的 我需要有观众你知道吗 我需要有大家一边跟我聊天 我才可以用这种的状态讲话 那平常录影片的时候没有你们啊 你们不在啊 所以以后我录影片的时候 你们也在旁边讲话好了 我需要一个聊天室啊 我需要现场的观众 比如说出去演讲 我需要五十人一百人 我需要现在聊天只有两百个人 我就是需要有这个大家的 在旁边有观众 我才可以表演的起来 要放弃一个 对我需要有观众 我才可以表演啊 没有观众我就 我就没有办法用这种状态去讲 而且会很累 说实话也是 因为讲一场演讲 我其实讲完都很累 讲一场直播讲完都蛮累的 可是蛮爽的 也是啊 但也其实也没关系 因为我像我每次都会剪直播精华 你就会发现直播精华 那它也是一集影片啊 它也是一集影片 那就是用一种比较随性的方式 讲话的影片嘛 所以也是可以出啊 还是可以出精华啊 我就觉得没关系啦 那当然我自己的讲话方式 还是可以再调整 我觉得我还有很多进步空间 没错 所以像有人说 AI什么语音怎么办 其实我觉得我确实有被影响到一点点 因为我的影片有一个劣势 就是我的读音说真的 对于有些人来说 对于有些人来说 听AI讲话 他们觉得更好听 更舒服 但我自己是不喜欢的啦 我是不喜欢AI那种 那种很常见 很没有温度的讲话声 因为每个AI读音都很像 都长得负责性 我是不喜欢啦 但这个东西没关系 这不喜欢归不喜欢 就是我也没有要去指责什么 我觉得说就是自己要努力 我们自己把自己可以做进步的地方 我可以努力的地方先做好 那自然而然就不怕那些竞争嘛 但说实话 那个竞争确实是蛮烦的 而且现在做影片的人越来越多 所以我才说啊 如果以后我的影片 真的比较少人看的话 说不定哪天这个频道 也是要考量后路的 这个就之后再看啦 只是在那之前 我都会先努力 去把我可以做的事情做好了 真冷的公压长 对其实我的声音真的不是什么 这个优势 算是劣势 但是我就是好好地讲嘛 做我可以做的事嘛 那直播就是可以开箭跟大家聊 我们就趁直播的时候多聊一点 好再往下 所以关于军事的地方 我们要省略很多 因为再讲就真的会太多了 总之曹瑞他厉害的地方 他在军事判断上 其实这个军事指的 不是说他用兵能力 他其实没有在前线指挥 可是他在后面的指挥 他在后面的布局 他在后面的每一次的判断 判断很重要 一个国家的这种皇帝领导人 判断只要出错 严重的话是可能会影响到 会有大危机的 像如果诸葛亮的用兵 曹瑞判断错误的话 诸葛亮很可能打出更好的成果 而且好几次 都有可能打出更棒的 这个更大的优势 结果都没有 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曹瑞的这个 每一次决策真的很厉害 这是真的 这个以前都讲过 我们就稍微看一下就知道说 来曹瑞一上位 他一个新皇帝一上位遇到多少麻烦事 什么孟达造反 对不对 然后派司马懿去讨伐他嘛 然后司马懿刚讨伐完 孟达 才把他斩了以后 诸葛亮又来了 其实你看就知道 诸葛亮原本要跟孟达一起打的 原本他策动孟达 就是想要让魏国有一个麻烦的存在 我一边打 孟达一边骚扰你 让你觉得很麻烦 哇怎么办 新城那边也有 上庸那边也有麻烦 齐山那边也有麻烦 因为两个地方变成两路都有忧患嘛 结果怎样 哇 司马懿迅速就把孟达给破了 然后诸葛亮这边也被曹瑞 其实跟曹瑞很有关系哦 曹瑞他很早就派人出去 这个 然后包含 张和的救援啦 曹征的这些兵马 曹瑞的这个 决断都很迅速 那这是第一次北伐嘛 然后第二次北伐 诸葛亮去打成仓 又被曹征给挡下来 而且曹征原本说 在诸葛亮北伐前 曹征就先预判到说 之后可能诸葛亮会打成仓 先加强那边防守 然后曹瑞也说 嗯你说的好 照你说的去做 结果还真的打过来 所以曹征判断很棒 可是其实也是曹瑞 受益他 而且看重他 把他用 就是用他的话 听他的话 所以他做的每一个决策 把人放在对地方 全部都是正确的 然后还有 后来怎样 后来又打天水 然后又派司马懿去阻挡他 那到了这个最后第五次北伐的时候 朱镬出野谷 出野谷就最后一次了 第五次 又是派司马懿去打他 因为之前司马懿 曾经对出个样吃过亏 这一次司马懿跟曹瑞 两个人都打定主意 就是绝对不打野战 就是要怎样 呃 乌龟作战 就是跟你防守啦 我把所有的壁垒 所有的这种赢债 所有可以防守的据点守起来 我就不出战 能不出战就不出战 然后朱镬还要怎样 挑衅挑战 叫你出来啊 司马懿你出来你出来 还送女装 然后怎样 司马懿还说 啊我气到我气到了 我要出去打 我要去打朱镬亮 结果曹瑞还派了使者来嘛 然后叫司马懿不要作战 这当然都是演戏 那前提也是 曹瑞跟司马懿 都把这个计划拟好了 所以司马懿也去 真的去耗 用一个长期战 长期消耗战 也真的耗死了诸葛亮 那当然司马懿 守得好 可是其实也是曹瑞的 受益啊 所以你会发现 好几个作战策略 都是曹瑞 你可以想象 他都是有参与的 你说全部都是司马懿的主意吗 我觉得他们事先就有拟好了 两个人是有共识的啦 如果没有共识 曹瑞怎么会派人去 那个什么 还去出自司马懿出兵什么的 这就是两个人有共识嘛 所以曹瑞的这个 他做了不知道多少个决策 全部都很漂亮 全部都是那种 下决定 又快又准 他是非常 像是袁绍 你就觉得袁绍 优柔寡断嘛 然后做的优柔寡断就算了 犹豫半天 做出来的选择都是 很雷的 很有问题的 但曹瑞就是做选择 又快又准 又正确 然后孙权也来了嘛 什么的 那又被挡下来了 而且你看 当这个 原本最后一次北伐 是朝魏 魏国内部觉得最 威胁最大的一次 为什么 因为诸葛亮那次是出动了 最多的兵嘛 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 他大概也知道自己时日无多 算是跟你打一个大的哦 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 前也多休息了好几年 就是为了要出动大军 跟你打一个大战 结果 这个西边有诸葛亮的军队 对不对 然后东边 孙权也出大军哦 孙权也出重兵哦 孙权以外陆逊 陆逊也是名将 所以东边西边都很 都是很焦 很着急的 战况都是很危急的 那我之前的影片已经讲过了啦 不要觉得曹瑞做的决定很简单 他的决定 说起来就是一句话 他的决定就是说 先把孙权击退 那孙权击退以后 诸葛亮没了外援 自然而然就会退兵 虽然诸葛亮派了大军 我如果这时候马上派中兵去支援 两边可能一时之间也打不出结果 所以他决定出动大军压在孙权那一边 先把阿权给打跑以后 诸葛亮那边就不成忧患了 说起来好像都很容易 但其实要做到这件事超级难 但是他的判断就又再一次证明了 怎样又正确了 而且孙权怎样 孙权又又又退兵了 你看喔 这个曹瑞嘛 卫民帝曹瑞欲驾轻生 驾着龙舟去东边 还没到喔 他的龙舟还没到 孙权又又又又退兵了 那你看啊 曹瑞不就把你孙权摸得透透了吗 他就把你阿权性格 完全这个 完全明白他的性格啊 然后好 然后打跑孙权以后 这时候诸将还觉得 诶西边还是很危险耶 皇帝啊 陛下啊 你要不要赶快再到长安去 因为他这时候在东边嘛 你可以再移动赢得这个大价 我们到长安如何 坐正长安 然后结果曹瑞说不用 孙权走了啊 诸葛亮 亮胆破啊 这个 司马尼那边已经够了 我已经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 这个决定也很重要 因为其实说真的 皇帝如果要劳师动众 什么远赴长安 你要带着大队人满 对于军队整个 花的资金啦 资重啦 粮食啊 都是一大笔开交 其实是可以不用的 然后他这个 而且他是番话非常的霸气耶 他说诸葛亮胆破啊 现在害怕的诸葛亮不是我啊 你们在担心什么啊 很霸气耶 一个很年轻的少年皇帝 然后比那些老谋生算的成子 都还要 看的都还要精 看的都还要准 结果后来还怎样 后来真的诸葛亮也在 另一边就是被耗死了 所以 真的怎样 忍不住想要感叹一句话 我可不可以用阿斗换曹瑞啊 能不能用十个阿斗换一个曹瑞啊 曹瑞真的好厉害哦 你看这些事就会发现曹瑞真的好厉害哦 而且他对孙权的性格 对诸葛亮的用兵风格都很明确都很清楚 就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 他就知道诸葛亮那一边我们就要跟他好 你只要不跟他打 哦我们防守归起来 诸葛亮他也拿我们没办法 然后孙权这边我只要派个冰派个军队过去 他就吓到了他就跑了 那果然都正确啊 对啊所以演绎 小说演绎那边怎样 演绎有特别写这一段哦 小说里面诸葛亮听到孙权退兵 他就好像病情就更加重 他就咳得更严重 因为他就难过伤心嘛 啊大好的机会 阿斗你又雷 咳出血来 呃演绎情节啦 演绎情节啦 可是孙权退兵确实对诸葛亮是一个重大打击 说不定他也因为这样 真的是这样病情加重啊 那你说戏剧把曹瑞演的什么 什么躁郁症啊 什么心理扭曲啊 呃其实他心理当然会有一点点扭曲 没错 可是他的扭曲程度并不大 而且他是可以用他的这种英明 去把那个东西压下来 你说如果曹瑞活很久 会不会走踪的更严重 我觉得会 可是他就没有活很久 所以就没有那些事情了嘛 他如果活得很久 会不会越来越像什么曹匹的那种 呃会不会气量越来越 越小曹瑞以前的气量是大的哦 对陈子也是算是比较人厚的 他会不会越来越小心眼 有可能 他会不会越来越像孙权一样 这样子情绪不稳定 有可能 但是他就没有活很久啊 他就没活很久啊 所以他的扭曲不明显 不明显 孙权这下垂脸 就真的是活太久 如果孙权没有活那么久 评价会好很多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好啦总之就是看了以后就觉得 说真的诸葛亮为什么一直打不了 诸葛亮打曹魏为什么这么受挫折 一方面是曹魏国力强大 很多能人 很多好将领 没错 这些都没错 可是有一个很大重点是因为对方的皇帝 真的很厉害 好想用阿斗去换的 就是跟阿斗比起来 当然阿斗对于诸葛亮也没有什么不好啦 因为后主是全方位的信任诸葛亮 什么事都让他去做 可是说真的皇帝如果更聪明 说不定可以让诸葛亮更安心啊 可以让诸葛亮不用操反这么多事情啊 你说不定皇帝好一点 可以让诸葛亮延长寿命啊 但就是觉得哇 曹瑞真的很强 尤其一比较就会发现 你跟孙权比较 跟什么流善比较 真的会觉得曹瑞很厉害啦 他的这种眼光也好啦 判断能力都很准啦 好那我讲他的缺点啦 这前面讲优点了嘛 那他最大缺点怎样 他就是很爱做宫殿啦 爱建造这种各种华丽的 高大的这种什么楼房啦 工房啦 洛阳宫啊 太极殿啊 都是很有名的哦 然后当时百姓其实都已经 这种劳益算是已经过度了 过度劳益百姓了 已经一定都有民怨了 已经引起了一些反弹了 引起民怨了 然后杨富啦 高唐龙啊 杨富也是重臣啊 这种 这种 以前就 以前 而且他们都是三代的 对杨富应该也很久了 上上代就在了吧 那这种重臣都给他建议 曹瑞还是不听 我还是要盖房子 可是他没有听归没有听 他对他们还是很好 也就是虽然他不听劝 可是至少他没有 比如说很厌恶啊 甚至是扁他们啊 扁官啊 滥杀啊 这种事是没有发生的 他没有因为 这种给他建议 他就去 他就去惩罚下属了 所以你说曹瑞他可能 有很多 有很多这种 对于百姓啦 对于国家 这种 大兴土木是不好的吗 可是 称不上是暴君啦 暴君就 就可能 情节要更严重 才说 这样子算是一个 残酷的暴君 但曹瑞不会是 他只是不体恤百姓 不体恤百姓 说不上 对于百姓好的 好皇帝啦 然后他喜欢奢华嘛 喜欢享受嘛 而且他的后宫 应该也是很多人的 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到 所以 一方面 他一定对于这种 酒色 酒不确定啦 总之他对于后宫啦 酒色温柔香 一方面他一定是很 很喜欢这些东西的 然后也喜欢奢华的东西嘛 然后宫殿要盖最大 最漂亮的嘛 我就是要享乐啦 而且 有一个重点 他什么时候大起宫殿 诸葛亮死后 也就是说 诸葛亮以前都还在 他还知道说 我 还是要这个 常常要注意一下 蜀汉那边的动向 有时候派将军去嘛 有时候要 需要一些这种 军资嘛 诸葛亮死了 好 来 赶快建宫殿 终于死了一个大患 终于可以盖 我最爱盖的那个房子了 所以他早就想盖了啦 你知道吗 他玩模拟城市 他玩模拟皇帝 早就想盖这种 大房子 大宫殿了 只是以前一直都不能盖 那代表他还是蛮知道 先后顺序的啊 他也是知道说 要先把一些内幼外患 不断解决掉以后 我再来盖宫殿嘛 对不对 所以 你看 而且他 盖的宫殿怎样 高石鱼杖 诶 石鱼杖很高耶 然后上面就磕什么 凤凰啦 然后 他也有这种园子啦 方陵园啦 然后有 这个 自己的池子里面啊 然后他可以在那边听歌啊 看表演啊 诶 注意哦 我最近不是常在讲 青楼的故事吗 其实早在这时候就有在听 就有歌迹的存在了嘛 然后 又各立了一大堆东西啦 反正到处盖东西啦 立了什么八方啦 然后什么 太极殿啦 他的园子啦 越盖越多啦 哈哈哈哈 总之怎样 他就是要盖房子啦 以前都没办法盖 以前都有那个 诸葛亮一直要打我哦 现在好不容易有办法盖了 赶快盖 接着周月接着舞 所以 我就觉得 曹瑞蛮可爱的地方就是怎样 谁都不能阻止我盖建筑 哦 诸葛亮已经不在了嘛 谁都不能阻止我盖建筑 接着周月接着舞 哦 有押韵 我就是要盖建筑 我就是要跳舞 然后 他这个 才人其实就是后宫的 呃 妃子的名字嘛 哦 贵人 才人这些都是 都是兵妃的名字嘛 然后 可见啦 他应该是有很多 很多 呃 后宫有好几个 才会有一堆才人嘛 好几个才人 好几个贵人 具体多少也不知道 玩过头就挂了 对啊 八方云集 哎 蛮好笑的 因为他立了八方 都在 都见得很那个嘛 很壮观嘛 八方云集 OK 好像在业配一样 好 然后 都有 都有这个表演哦 所以他还是去教那些 就是他的后宫都要学习的 都要学音乐 你可以想到他一定在后宫那边都是有 甚至有人在教音乐哦 教这些 呃一些 他的妃子也好 或者教一些歌技也好 一定有专人在教 他才可以常常去听歌看表演嘛 然后跟那个他的后宫享乐嘛 好 然后古代其实我要先 我之前也聊过这件事啊 清楼的影片讲了好几集 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去看 那这系列都 点阅都很低 那我要讲一下 清楼 之前最初的字面的意思 就是 就是高楼 就是华美的高大的楼房 其实不是指什么妓院啊 清楼 原本在中文字里面 就是高大的 漂亮的房子 所以 你也可以说曹瑞怎样 就是在盖清楼嘛 对不对 他就在那边 他就是把他的后宫 盖成清楼啊 我说的是 高大漂亮的房子 而且里面都有一些歌姬 真的就 就很清楼嘛 所以我们放个清楼式意图啊 曹瑞就是 在他的后 在他的那个后院啦 后宫啦 盖满他想要盖的东西啦 把他当原集 妃子原集 然后 你会发现一件事哦 曹瑞是常常到处跑的哦 也不是说跑啦 因为许昌宫是常常去的地方嘛 是他所在嘛 然后有时候会去 行性什么 这个 磨坡 然后又回许昌宫 然后去一些 然后又盖一些新的店 其实他一直在盖房子 又盖一些新的店 然后去一些其他地方 然后到了清楼元年 为什么他改这个 改叫清楼 改叫清楼年呢 原因是因为 那一年 听说怎样 有传言说 磨坡井中有龙啊 然后怎样 他听到以后就去看 就去那个磨坡观龙 这个我觉得超好笑 这句话超级好笑 这本身是一件很震惊的话 性磨坡观龙 就是皇帝大驾到那个地方 去看龙 对啦 是很平凡的一句话 可是讲解起来 就是语意起来就很好笑 去看龙 到底龙长什么样子 我还真想看一看 到底看到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井里有个倒影吧 我不知道啊 总之你不觉得曹瑞很可爱吗 为什么我都会 我从前面到现在都 都还常 常常用可爱这个字来形容 曹瑞 他就蛮可爱的啊 他是一个 就算他这时候三十 还是蛮像是少年的一个孩子 他就是一个 有童心的一个皇帝嘛 我要出去玩 我要去看龙 而且他常常到处跑 除了打仗 有时候是为了要 这个像诸葛亮第一次北方 他要去长安坐镇 然后后来他要去什么 哪些地方坐镇 除了因为对方 外敌攻打 他需要带兵出去以外 他也蛮常自己到处跑的 去一些 有点像行宫的地方嘛 一下去这边玩 一下去这边玩 反正他在很多地方 都有宫殿嘛 所以他到处跑来跑去 你看整个冥地记 我这边只是 稍微截一两段 让大家看看 他常常跑来跑去 其实整个冥地记里面 他有太多 到处跑 到处玩 没有玩啦 没有写他去玩 可是感觉就是去玩的 就是到处去 走来走去啊 到处旅行啊 所以他除了爱到处盖宫殿 也会到处跑嘛 那就是感觉在享乐啊 而且你会觉得 这很好玩的一点 是他跟阿斗 根本就是两个对比 阿斗 从头到尾 后组传 你都看不到阿斗在哪里 都看不到阿斗去了哪里 他好像就是一尊木像 他跟诸葛亮的木像 有异曲同工之妙 他好像都在成都里面坐着不动 难怪脚会麻 难怪脚都没有感觉 难怪最后别人打到他面前了 他 阿斗啊 你怎么没有感觉 因为脚麻了 就是整个后组传的最大特色 就是不动 后组不动就是不动 那曹瑞怎样 爱玩 爱到处玩 两个真的是很鲜明的对比 超好笑 然后集齐七颗龙珠 原来他在各地盖行宫 原来连起来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神龙的形状是不是 曹瑞是不是忘记还有蒋维 可是蒋维代表他的威胁就还不够大 你看在曹瑞这边讲不到什么蒋维的事情 当然蒋维 而且蒋维也是更后来才有带重兵 诸葛亮刚死的时候 蒋维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兵权 因为诸葛亮刚死的时候 蒋维带都有抑制蒋维的北伐 那总之曹瑞就很可爱 像个这个 这个什么爽朗的少年 我要出去玩 我要去看龙 然后还有一件事 这个记载 而且这个是三国志 我看到的时候还有点不确定 我想说我以前看过这件事 但我忘记了的是 我还以为这是一个小道消息 我接下来讲的这个故事 超好笑 他是三国志写的 三国志通常承受都比较严谨 他写了一段很好笑的故事 寿村怎样 我们刚才讲青龙 就是曹瑞看龙的那一年 改名叫青龙元年 现在青龙三年的时候 寿村有一个农民 他说是天神下凡 然后在那个地方 他给人家喝水 然后让人家用他的水去什么洗涤 病就好了 很多人都被这个仙女给治好了 所以曹瑞不知道有没有亲自去看他 可能有也可能没有 总之曹瑞看到有这样一个特异的 奇人意识 仙女把他迎接过来 迎接到他的皇帝那边去 立了一个馆 这个立馆后宫的意思 不是说他娶了这个人 不是 是说在后宫特别去帮他设立了一个 专属于这个天女的 算是他的宫殿 也就是拜他啦 让这个女子有一个专属的住所 然后特别给他 反正他们那边大建筑家 草瑞建了一堆东西 专门在帮这个女的 建了一个这个所谓他的这种 你可以想象的吗 就是让他居住 然后让他这个 他也可以去那边去供奉他的 有点像供奉他的感觉 因为他是仙女啊 所以立了一个馆供奉这个仙女 所以草瑞对他非常好 还曾经下午赞扬他哦 对他是很 这个很 很喜欢他的 很宠爱他的 但不是说把他当妃子 就是很 对他很好 结果后来怎样 我们都知道草瑞很年轻 就这个 重病然后就过世了嘛 好他真的生病的时候 就去让这个仙女治他的病 结果都没有好啊 都没有好起来 就把他给杀了 所以代表这个仙女不能治病啊 因为草瑞的病就没有治好 草瑞就发现 哎越病越重 你这个仙女也没有治好我的病 然后就派人把他给杀了 但这件事当然 听起来有点有点蠢啦 可是草瑞前面我们都看到他聪明的一面 怎么会这么笨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不是说笨 就是草瑞有一个很 很少年的行星 我都用少年来形容 就是这就很孩子气啊 他其实是迷信的哦 你看嘛会去看 会去看青龙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一些他的国家啦 那种什么 你会发现他有一些制度 都可能跟迷信有一点点关系 这个以后再讲 更多延伸了 所以草瑞 首先我们就简单看 他是迷信的 一定是迷信才会信这个仙女啊 对不对 不然一般人也不会信这种 什么仙女天女嘛 有点迷信 然后有一点点这个 也算是少年星星嘛 比较有一些这种很天真的想法 比较帅性 比较天真 比较浪漫一点 所以我会觉得这当然算是缺点 可是这缺点有一点可爱 如果他就是很聪明 做决策 百发百中 都不会失误 然后没有感情 是一个无情的机器 那就少了点人味嘛 我就说自己主要是要讲 草瑞是一个很有人味的皇帝 很可爱的啊 对不对 看到这个仙女 把他迎接过来 我进了馆给你 结果后来没 生病没有治好 杀了 来人啊 把他给杀了 前后差别超大 对对对 有龙耶 有仙女耶 就很好笑 就蛮可爱的啦 我是觉得这是可爱的啦 对吧 这点还是跟草皮一样 你说杀人吗 其实他不他不太常乱杀人啊 草瑞很少这样乱杀人 不过这个就是因为 他真的被骗了 他原本还对这个仙女这么好 结果发现是骗子嘛 好啦 然后其实还有一些可以讲的 不过今天这集就先讲到这边吧 因为我就说了 他关于他的这种过世前 怎么样去指定司马懿这件事 还有太多延伸可以讲的 如果你看魏略的记载是说 魏略的写法是流放跟草瑞建议 可以用这个司马懿啦 就是算是流放的大力建议嘛 那其实草瑞本身对于司马懿的信赖也很高 前面也说到了 信赖司马懿本身不能算是一个错误 只是说整个人选安排上 那确实就有问题 可是单单相信司马懿这件事 其实司马懿本来就可以相信啊 草皮时代他也很尽忠 草瑞时代他也做了很多功劳 而且他这时候也不见得真的有异心 不要再相信那种什么戏剧里面 司马懿早就有异心了 忍耐布局 忍了三十年不可能 不可能忍三十年 所以这时候信任他其实也还好 那总之啦 种种因素下 他这时候在重病的时候 那时候司马懿怎样去辽东打公孙渊了 司马懿去辽东打公孙渊 这也是一个外患 虽然这个外患还蛮弱小的 其实公孙渊 公孙渊也不弱小 只是司马懿太强了 闪电齐齐 把他打完还来得及 回来见曹瑞 所以你会发现曹瑞他 他活着的那些年 国家真的打了好多仗 而且都是 都是成功的 像是远征公孙渊 也是曹瑞叫他 叫司马懿去的嘛 然后每次抵抗诸葛亮 每次打孙权 都做得非常好嘛 都是在曹瑞的这个 指挥下嘛 在曹瑞 在曹瑞的指挥 在曹瑞的用人之下 都有好结果嘛 那他就在等着司马懿回来 他其实已经病得很重 他说啊 司马懿太好了 你回来了 以后就把事情交给你了 你跟曹爽来辅佐那个 就是小皇帝嘛 其实这件事就错了啦 一个年轻的皇帝 然后有曹爽跟司马懿 曹爽跟司马懿 这两个人就是不容 然后又可能会有裂痕 所以我才说这个安排 是曹瑞 以曹瑞的英明来说 是有点点不应该的 因为他一直以来 都是非常英明 非常聪明的皇帝啊 但这些就之后再讲 我们这集就先讲到这边 因为主要 是希望大家更认识 曹瑞的一些性格 那你看嘛 我们今天这集聊完啦 有没有看到很多曹瑞的 一些性 就是少年星星啦 可爱的一面啦 还有他其实 虽然童年很委屈 可是他其实长大以后 并没有因为这样就残暴 或者是大肆的 他有放纵 没错 他那个放纵是我要享乐 其实我想要好好享乐 这件事 本身并不算是一个坏皇帝 虽然他确实 有点劳民伤财 有点迫害到百姓 可是没有造成到 很深很深的 不至于到暴君的程度 而且一定的程度上 我会觉得他这个人 我还是要讲啦 分开讲 对于皇帝来说 他不是最好的皇帝 可是对于一个人来说 其实在皇帝之前 他先是一个人嘛 我会觉得曹瑞这个人的性格 其实是蛮 蛮讨喜的 即使有一个这么深的黑暗 阴影 过去 那些成长过程 但他长大以后 其实还是蛮 真性情的 也没有去迫害一些 不该迫害的村子嘛 也没有去乱杀嘛 然后他主要就是想享乐嘛 想玩嘛 他做的那些比较不好的事 都是想要玩啊 那就是一个 还有孩子气的 这一个皇帝啊 曹爽也讲放费字幕 好 那我在讲哦 曹瑞多会玩 其实你看曹爽 看曹爽算了 还可以在侧面得到一个证据 是曹瑞多会玩 曹爽后来怎样 曹爽做了一件很过分的事 这件事虽然也是正史记载 但我才猜 一定很少人知道 曹爽曾经把先帝 也就是上一任皇帝 曹瑞啊 他把曹瑞的才人 七八人 怎样 拿来当他家的歌迹 哇塞 你好大的胆子 曹瑞的 这个不是 不是曹瑞的下属下人 是把曹瑞的妃子 拿到他家玩 哇塞 不可忍啊 曹瑞听到气到 弹出来吧 对不对 把他的才人 就是后宫的人 妃子 拿到他家当作 这个歌迹 去享乐 你们来帮我唱歌跳舞 哇塞 他们以前是皇帝的妃子 然后也找了一些 什么良家子女 什么什么的 那好 那些不管 曹爽的部分 很坏的部分 先不管 可是 以前曹瑞 为什么会有什么 才人这么多人 还有很多那种 什么鼓吹 师公 都是音乐相关的人才 可见 曹瑞以前在后宫 就养了一群艺人 就是古代的艺人 表演的 唱歌跳舞的 那有一些是老师 有一些是教导那些 年轻的 后宫的那些妃子 那有一些是 这种表演者 总之 曹瑞以前 一定就玩很大 曹爽才可以把这东西 拿来 继续玩 讲起来怪怪的 但曹瑞 确实以前在后宫 一定玩很大 这些事情也是 比较少人讲到 但是趣味的一点 今天就想跟大家 分享这些 对吧 清柔女子 真的是蛮符合 我想清柔女子的 那个 那如果你听了这些 也好奇我讲过 哪些清柔的故事 欢迎去补 好多集 也因为都不好 大家忙 麻烦帮我去多看几遍 清柔的故事 等等听完这集 再去看一下 因为 曹瑞其实以前也开清柔啊 不是啦 这个不用贬义 他以前的后宫 就是很会玩啊 就是有各种音乐啊 表演啊 这些就是他 然后什么 结余啦 结余就是 后宫的这个 妃子的名字之一啊 看到曹瑟这样玩 我想要三个字 超爽的 曹瑟真的是超爽的 直接把皇帝的人拿来玩 好过分哦 好过分哦 他也令人羡慕 不是啦 他也令人发指了 好啦 那你可以去看我的 这个清柔的故事 我们就 ending在清柔这一趴 听起来怪怪的 那对啊 这古代的妃子 其实就有这些名字嘛 淑妃啊 什么大家都听过嘛 淑妃什么 淑妃淑仪 然后结余就是其中一个 刚刚讲到的结余 哦 就是这个 然后也有美人才人 所以曹瑞以前家里 一定就是很多后宫 后宫一定很多人啊 才会被 后来还 曹壮甚至还可以拿去 接收 哦 那就代表 我们没有错怪曹瑞 他年轻的时候 可能真的是太过放纵 所以短命 他在后宫 真的是玩太大了 但是 这是他的人生哲学 所以最后做个 总结 关于曹瑞 三国志 陈寿其实用了八个字 来下评语 陈寿很常用八个字嘛 来下结论 像是刘备叫做什么 折而不恼 中不为下 那曹瑞是 诚意断世 他的干练 他的决断都很厉害 但是他怎样 一方面又任心而行 他有这种 比较率性的一面 也就是不好的一面啊 简单来说 一个皇帝太随便 太随性 太满足私欲 那当然对百姓不好嘛 所以陈寿下的评论 其实也有在 也有在谴责他 这个比较 对百姓不好的那一面 陈寿两面都有写到 优缺点都有写 那我自己看的话 会觉得他的谋略 真的很厉害 我刚才一直说嘛 好想拿阿斗就换曹瑞 想到别想 实际上阿斗都换不到一张 曹瑞 谋略跟建设过人 那最后大的一个特点 其实他是追求享乐的人生 这点其实就是 我觉得曹瑞可爱 然后有一点点 就是以皇帝来说 这不是好皇帝 但以一个人来说 他有很多蛮有趣 蛮可爱的一面 可能会觉得这个朋友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朋友 认识这样的一个人 在现实中的话 会觉得这个人蛮好玩的 我说是想象啦 曹瑞如果到现代的话 他的性格蛮好的啦 即使童年有这么深的阴影 但他其实在于 做皇帝这件事 在国家大事上 都不马虎不含糊 该出兵 该做什么东西 然后该怎么追风 一些国家大事 他都可以做得很好 但是该享乐的 他绝对享乐到底 该玩的不能少玩 这就是他的人生哲学 那这个哲学也蛮有趣的嘛 感谢张老将军 赞助 最后再赞助一波 把人家玩具拿回家玩 超爽的 真的很过分啊 很过分啊 才干过人 好了 所以这集就先讲到这边 那之后我们可能曹瑞 可以再另外做一集影片 大家就锁定下一次的影片或直播 再 就锁定下一次的直播跟影片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结尾会不会太赶 因为我想说时间有点晚了 我后面又越讲越快 不好意思 不过其实还可以重听 直播好处就可以重听 这集也不是会员直播 其实原本想要锁会员的 后来想说啊算了啦 我们三月多讲一次好了 这集就不锁会员 就开放给一般观众听 因为自己有觉得 自己觉得蛮多好玩的内容 而且曹瑞听完 你可能会觉得 对 他有缺点没错 但他是可爱的 不是吗 就是有可爱的那一面 好了 那希望今天的故事大家喜欢 那没关系 有更多想法 留言师来不及讲完 你等等可以在留言跟我讲 可以用留言的方式 回复我这一集的内容 那希望大家今天听得开心 听听的喜欢 我们就下次再见啦 大家晚安 拜拜 推广青楼 没错 再去看一下 哦 等下拜拜完 再去看那个青楼的部分 再去刷警示 好啦 大家晚安